哈喽同学们我们这一个篇章是实战篇的第一节课啊 我呢会一个页面一个页面的做给你看 让你知道我去做页面是怎么样把知识融会贯通的 首先呢马上开始就是一个封面设计了 我们做PPT封面你可能觉得可难可难了 这封面我怎么做它都不饱满它没有设计感 我跟你说我再教你三招你立刻就能学会 第一招呢叫做构图形 我们先全评啊第一招叫构图形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吧 来哎这个就是构图形了 它的特点呢你看一目了然嘛 我上半部分是用来放图片的 用来放这个我的核心主题的 我下半部分摆设这里呢 就是用来放那个什么呢 放一些logo啊日期啊地址啊网站啊等等这些周边信息 对不对而文字呢你就选个字体把它摆中间可以了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难度 好我这个来给你直接演示一下操作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做封面的方法 叫构图形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 新建一个页面之后呢 比如说来我把这个文字挪过来啊 文字我就不再打了 咱们学到这里你都是老同学对不对 你得有基础啊这个我就不再讲 你要跟我说你这个你还有困难的话 你好好反省一下好不好 你好好反省一下 为啥呢 来放这里了 然后空空如也 你说你能加什么进去 你加什么都不好使 但有一种做法呢是这样子的 我把这个页面分成两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我的这个核心主题区 通常呢是这个什么呢 主题 主题文字加图片加小修饰 好就这几个箱下可以了 而下方呢 把它放好啊 下方的这个信息区呢 叫周边信息区 周边信息区 它为什么是摆设呢 它用它放什么呢 我先说logo 对吧 日期 页码 地址 网址 部门 姓名 等等 你懂我意思吧 你可以理解为 只要不是大主题 我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周边信息 我这有原因呢 我一会告诉你 我们先把它删了 我复制一页啊 复制一页 三了 好 这时候 你得先选定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的主色 我们假定它的主色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蓝色吧 好蓝色啊 我选一个蓝 蓝色 文字呢 不用说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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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上边是蓝 下边是白 对吧 如果你觉得 你怕这个色块啊 不小心会移动 它会走的话呢 你也可以 换个方式 你可以这样走 把它复制一页 你可以整个背景 都选择蓝色 刚刚那个色块呢 选择白色 这样也成 好 你看 效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做PPT啊 你真的是要 变同的 你不能够那么死板 你看我这样 你去看一下 来你看一下 什么感觉 我这个呢 上方加色块 蓝色 我这个呢 背景 直接选蓝色 下方加色块 白色 那我上边操作 比较多的地方呢 我就不怕移动到 那个色块了 对不对 变同一下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加入一个 核心的图片 打开素材库 来 我打开 这里呢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 可以用来做这个 背景的一些素材 比如说 适合底图使用的 风景类 它比较百搭 好 点开 这里的呢 都是很百搭的 随便一张 都能用 色调表一致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里 我选一个 不要有气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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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选 选 这个吧 来 这个 这个也行 来 选 拿进来 大小 拉满 右键 置于底层 好 它进去了 然后呢 双击图片 点击裁件 把多余部分 给我删了 好 我们看看 来全屏看看 差不多 对吧 差不多 但这个文字 有一点点 看不那么清楚 那我们呢 可以给它加一个 阴影 那就差不多了 你也没必要一上了 就搞个描编制 不要说上节课 刚学立刻用 不用的 不到万不得已 你不要用那么多东西 效率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要给这个 背景图片 加上一点点透明度 来选中图片 点击 旁边图片按钮 透明度 拉一点点 不用太多 让背景的蓝色 往外透一些 你看 我图片稍微 透明一点之后呢 我把它移走 那你看 透明一点的 我那个蓝色 它就透出来了 这样子呢 可以让我们的背景的颜色 更加的整体协调 好吗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做一点点 那种小修饰文字 比如说 我们可以弄一点日期啊 2022 205 20 然后把今天的日期 写上 选个 不要点黑 小一点点 不要那么大 因为你这个文字呢 不是用来看的 它纯确是个修饰 对吧 纯确是个修饰 修饰文字 你写任何东西都写 你比如说 我写个 我写个 我们公司的一个英文名 可以吗 可以啊 随便写吧 比如说 放心 talk 就这个意思啊 你领会一下好不好 领悟一下 下方呢 放周边信息 我跟你说了 为什么放这个 要白色呢 你看 有些时候 把它拿过来先 我们的logo 看到没有 logo是带白底的 很多时候你的logo 你找不到那么理想的logo 那带白底的怎么办 你放在这个有颜色地方呢 像个狗皮膏药似的 非常难受 所以放白色 你看多好 对不对 多好 这个啊 真的是 这就叫 这就叫 小心机 这叫经验 好 再来 我把这种信息 全部给它 复制过来 放这里 OK了 你看 一个 来调整一下比例 调整一下 圈屏 一个以构图为主的 封面 做好了 希望你能够掌握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摆大了 任何行业 任何场景 都能够立刻做出一个很专业的封面 好吗 好 出来啊 出来 然后图片型的呢 呃 我这里就不讲操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操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构图上有一点点不懂 我一点你就通 来 来比如说这个选品 你看一下 这个跟刚刚什么区别呢 我跟你说 第一 没了下方的白色色块 它不需要那个东西了 啊 因为不是每个PPT都需要加的 比如说演讲型的PPT啊 课件型的呀 很多时候 它真的是没有那些所谓的logo啊 周边信息 它太简单了 好 你用这个 它呢 底下白色不见了 并且 注意 它的图片选用逻辑 也变了 你看 你看我另外一张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图片的选用 它好像 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那就是我的图片相对的对称 把对称都打在公屏上 虽然是视频课 你也得当成直播样题 它真的很对称 并且呢 它的纹理啊 你看这种纹理 它有点让别人感觉啊 那我说不出来它是个什么东西 但我就觉得这个纹理的话呢 挺好 诶 这就是特点 我打开这个素材文件夹 我打开 来 我们找一找啊 找一找 在这里啊 适合 封面底图这里 点开 来你看看 其实我也有给你找好的 你看这种图片 对吧 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种啊 来 我再给你看看了 甚至说这个也行 它非常的对称 非常的对称 你看这一种 非常的对称 非常对称 这个 诶 好 可以了啊 我都帮你找好了 你用就行了 你用就行了 看这个 多对称 好吧 你只要用上这种图片 不要有白色那一块 基本都没问题 你看这个多对称 多对称 都帮你整好了啊 整好了 直接用 好吧 这个呢 就是这个图片型 封面的一个做法 那素材型呢 它跟图片型 基本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不同在于 它不是用图片 你说 诶 那这个不是图片吗 我告诉你 它的确不是 它是PNG素材 你看这个 对吧 哇 你说 哇 好好哦 你看 真的 好有感觉哦 对 它之所以 那么有感觉 就因为 它是PNG素材 因为呢 如果我用PNG的话 我有几个优点 第一 我的背景色 我可以调 你看 我这里边 我把它先选走先 我把它选走 你看 我的背景色呢 是一个渐变的颜色 对吧 如果你要是用图片的话呢 它没有这么自然的 但我用PNG 我可以做到 然后呢 你也不用怕单调 因为我把这个素材 放回来之后呢 这个页面啊 它有了一个聚焦的视觉 它就活了 对吧 你看 这也一样 这个就比较简单点了 这个就稍微的通透一点点 它怎么做呢 我就给你示范一下 然后我先把这个删了 我把它删了 对不对 我这个背景条件变 我就不说了 配色那里我也讲了 我们点开 这个图片 我找到这个 适合做封面的素材 这个文件夹 把它打开 你看我底下 很多都帮你找好了 你只要找到颜色 比较接近的 你挨个挨个试一下 也没关系 来拖拽进来 我置于底层 看看行不行 绵绵强强强 对不对 这个稍微的有一点点分散 我个人的话 可能 我不那么的 喜欢这一个 我觉得 你觉得太透 太跳了 你调点透明度 调一点点 这样 也行 也行 问题不大 换一个 再换 一定要颜色 要接近 你不然的话 你就翻车了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找的 那个对不对 颜色更接近 你把它给拉大 都帮你找好了 真的挺贴心的 我 你看 可以了 你看 多好 你怕它太跳了 就调点透明度 不用调太多 慢慢看着来 嗯 差不多 你就松手 可以了 我再来啊 再来 我找 像这样的行吗 哎 也可以 对不对 你明白我意思没有 其实呢 它就是 把图片 变成了PNG 利用了PNG 可以跟背景 完美融合的特点 做出各种 各样视觉的封面 那一共三招 你呢 挨个挨个操作一遍 基本上你用这三招的话呢 你已经可以做出 各行各业 各种场合的 封面设计了 好 感谢你这节课的收听 下一节课 咱再好好选